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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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Q7也是7掉了 这边Benefield他的位置比较有优势 拿到K6 然后这边他选择跟注到12万 那Lebedev在这边 问了一下Benefield他是多少筹码量 然后呢他看底牌才做决定 然后他这边选择做All-In 然后打对方的Full排率 顺利了拿下底持 那我们现在枪口位下面的玩家 他拿到一对勾 然后这边一对勾也是很强的牌 特别是桌上只有四位玩家的情况下 那他选择了跟注 接着Benefield拿A9的牌也跟注进来 Bonomo他现在在Deleway 拿到K圈铜花的牌 那这边Bonomo做了一个All-In 他也这里打对方的起牌率 那这边呢 那我也想他是拿到不错的牌 但是他这 勾勾是经得起这个All-In吗 他知道就是在这个位Bonomo All-In 有很大可能就是压制他的牌 那里面包括圈圈KK 要么也是A圈AK的这种牌 所以他在翻牌前 不会用就是他们的筹码量 跟他打完 选择了打得比较谨慎 然后呢就把他的这手牌勾勾给弃了 那这里Benefield 在枪口位拿到圈钩 跟注到12万 那Libadive Hijack会 K10 那今天我们看见Libadive 他从短码现在打到 筹码排第一 我们暂时是chiply的 但是呢Bonomo跟Waysham 跟Libadive的筹码都很靠近 只有Benefield暂时是shell double up 也是我们暂时桌上最短筹码的玩家 那这边呢Bonomo在cut off way 拿到AK统花的牌 加注到45万级分牌 我们看见 Justin Bonomo他前面一手牌 也做了一个squeeze 那挤压 这边呢我们看见他 又一次做同样的动作 那这边Libadive他对 Justin的raise 有点 suspicious 就是怀疑他是不是 不是很强的牌做了一样的动作 但是不是很强的牌做了一样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比赛一共是65手买入 然后呢现在场上剩下四位玩家争夺冠军 我们今天会打到冠冠军 那冠军是可以拿回家 差不多450万港币的奖金 那这里Cutoff way Y向他用圈八 同花的牌加注到42万5千 那这边Benefield 他觉得他A7 在庄家卫的牌是领先 Y向在Cutoff way加注的范围 那选择退Oing 那这边确实 Y向他的牌力不是很强 所以Benefield拿下抵制 这个比赛我们是在蓝点娱乐场 是吉州岛 举行的 下一站呢就会在黑山 为大家带来很相似的赛事 也都是豪克赛 也有很多短牌的action 那这里我们看见枪口位 Bonovo拿了一对圈 他在这边 只有Ko 选择跟注12万 那Benefield A6 也选择做个call 这边LaborDev他拿到K圈 在庄家卫 在庄家卫 选择加注到60万 那这边Bonovo他会做怎样的决定呢 因为Bonovo在这边隐藏了他的牌力 然后呢LaborDev是利用他的位置的优势 做了一个加注 然后当然K圈的牌力也是挺强的 在这边Bonovo选择跟注 那我们发出来是986的面 在这里Bonovo选择过牌给LaborDev 这里转排出来一个7 那在这个面上 任何A跟10都是顺子 一问一再 2跟到5的牌都被抽走 10 A也是5 那这里Bonovo选择再次过牌 LaborDev也再次过牌 合牌是个6 那这边Justin Bonomo他是两队 2位学习 小斗选择过牌 Justin Bonomo顺利的拿下底池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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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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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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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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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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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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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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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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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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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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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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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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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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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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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8 9 9 8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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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bedev在槍口位拿到K10 跟住 那下一位 BONOMO棋牌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微笑 他拿到铜花 圈钩 也跟住了 这边Benefield 他也拿到同样的一手牌 那也是圈钩铜花 选择过牌 那我们三位玩家 看一个flop 目前底处还是6万12万 就目前的筹码分布而言 都算是比较的均衡 在这里两位玩家都拿到了中队 而墙口位的Lebedev是拿到了一个 纳斯卡顺 可以说这个面对三位玩家来说都算是有所关联 但都拿到的并不是非常强的牌 可以看到在底池并没有膨胀到很大的情况下 玩家们都显得很谨慎 在不确定自己大的情况下是不太会选择考虑下注 那我们转排现在出来一个10 在这边我们有看见Lebedev他中了中队 但是还是落后另外两家玩家 并且刘魏桑现在是有一个方片的纳斯买牌 重队顺花双抽 可以说这手牌蹭上的这张方片石 对他而言是非常乐于所见的一张牌 他这里还是稳健的选择call 跟注 在目前这个筹码的压力下 任何一次的加注都显得非常的惊险 所以我们的玩家都轻易不会加注 这里在前置位有两名玩家已经下注写跟注的情况下 我们的Benefit这里应该会弃掉这手勾圈红桃 他选择了跟注 这是一个很边缘的跟注 但是他现在是拥有低了位 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们看见他在合牌也会是会投机的 那也是我们在这短牌上不常见的 他这里选择够牌 好三加够牌 那么Benefit在蹭上顽强的跟注 为他赢得了一个chapot 我们打比赛的时候都知道 在比赛中最难遇到的 最难缠的对手 就是比较粘迟且激进的玩家 他会用大量的排行给你做float 我们现在右上角是我们今天50万港币买路短牌的第一轮比赛 然后呢我们也看见有几个新面孔 有一位Boyle还有Rui Kel 法国的华侨在这边 那大家对Rui Kel也一定挺熟悉的 因为他上次在传奇扑克也有来打比赛 那他一般这些传奇扑克的比赛都会参加 然后呢他也对短牌锦标赛有一定的研究 这边枪口为Justin Bonomo拿到A圈的牌 选择跟住12万 Benefield Benefield 这里拿到一手16同色的边缘牌进行跟住 也是由于 现在这个忙住结构来说 他可以在ZO位防守很多的牌 在大家翻后都不会显得过于激进的情况下 他可以拿任何隐藏的牌型去买牌 目前他拥有的牌型是抵对买卡九剩 装卫的玩家LabDev现在是拥有TPTK 他直接是放弃了抵持的争夺 在这样子一个比较失忍的牌面 他的TPTK应该是很难去游戏多轮抵持 可以看到 转牌是直接来到了一张球 那现在这里Benefield 他是有拿到顺 Bonomo他这边也是顺 因为他那张A是可以作为5的 那一位玩家是56789 那另外一位玩家是678910 这里Benefield应该还会选择进行第二条阶的下注 顺利的话应该能成功从Bonomo手里拿到他的底胜的支付 看他的下注额度是多少 挺重的 在72万的Pol里面下了40万 那这样子的话Bonomo还真的是陷入了比较两难的境地 他这里要考虑的是对手有没有上胜 因为对手一旦是拥有上胜的话 那么他的A圈基本上属于Jone Dead这种 我们上帝视角可以看到他的确已经是没有的赢面 只有11%的概率可以跟对手平分抵持 大家选择放弃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但是我相信如果这里Benefield的下注稍微轻一点的话 很可能得到Bonomo的支付 因为我们知道Bonomo是一个很基于数理的玩家 对于一些小额的下注 会进行剥削式的跟注来进行抵抗 这边Benefield 他拿到圈9 跟注定的下注 选择12万 在COA拿到了圈7 选择放弃 Bonomo应该这手K8 够牌 可以看到锦标赛进行到Final Table的短桌的情况下 各位玩家玩得越发谨慎 这是一个比拼耐性的阶段 任何一点失误都会在这里被无限放大 我们在下一手牌又要进行长盲 现在的盲注是8万16万 现在的盲注是8万16万 这枪口位 我们看见Benefield 他拿到钩10 然后选择跟注 Lebedev hijack位拿到A8 现在放弃 这边Benefield 这里Benefield 这里他的A10 也选择过牌 打一个番后 这两手牌的番后空间都是挺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FLOP 钩10 又是拿到了 两头听胜 那这边Benefield 他选择过牌 以一个非常好的延展性 勾10 以勾high的FLOP 强行的 压过了A10一头 那这边 我也想他选择下注 20万集分牌 然后Benefield跟注 那这个转牌出来一个勾 现在看见我们Benefield 是领先 因为他现在有顶对 又是买花跟买顺的面 并且给了对手也有两头买顺 以及A花听牌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一张关键的黑桃10 是在对手的手里 所以如果出现一张黑桃圈 或者一张黑桃7的话 可能这两名玩家 是要打一个非常大的底池 好River是一张黑桃圈 好River是一张黑桃圈 那我们看见Benefield 在合牌 选择过牌 紧慎过牌之后 魏桑应该很难 在这个面偷取底池 88万的Port 你是要打多少呢 他知道自己的A High 已经赢不了了 选择check放弃 而这里Benefield 他顺利拿下了底池 也增加52万积分牌 可以看到我们的Benefield 就在这场第二的赛是开始之前 它是一个短马 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场上 在Final Table上最短的马量 但经过了几次惊险的Double之后 那这里Bonnomo hijack away A-10的派 他选择来一个all in 这的确是一手支持打all in的牌 而这样子的收益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桌子上 对于翻前all in的抵抗不是非常的顽强 一般性都是得拿到很好的top range 才会去选择call 我们都知道越是厉害的高手 越是喜欢在翻牌前主动把筹码放进去 而不是去call别人的all in Bonnomo选择跟住 在这边的掌握下来 在3,000 在6,360 我们看见两位玩家进入翻牌后的action 这边flop是A86有买梅花的面 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看见Justin Bonomo 他用卡顺在这边下注16万 然后Levative他跟这个面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他的圈还被剥削了50的权益 但是也没有办法 任何牌手都无法避免这种情况 因为实在是这个牌的flop 对于他的勾圈来说是毫无发展面 那我们看见这一天 这些职业的玩家们都在桌上吃了午餐晚餐 也都很辛苦 那我跟阿彤在这里也是两个人调班 就是有时候有可能会听见 只有我们一个人帮大家说解说 那这边我们看见Benefield 在Hijack Way拿到K9 那他选择跟注16万 然后Levative他在这边拿到了A10 他的位置是更有优势 是Cutoff Way 那他也是选择是跟注 好这边Bonomo 他是在最好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的庄家位 选择过牌 那我会觉得这短牌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节奏比长牌慢了 其实也不是 因为你知道在长牌 如果打到Final Table的话 也是会很谨慎 会谨慎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Action就是很多Limp 因为长牌的话 还是有一些Check Raise的空间 但是短牌的话 有一个忙住结构的问题 你经常无法判断 对方的Bet出来的尺寸之后 你一旦Check Raise 你是否会套尺 对 因为这里有很多强权益的牌 他们是不会Fall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Pre Flop 有可能就会有时候Action多一点 但是实际上翻牌后 更精彩的 我还是觉得长牌好看 对 毕竟长牌的组合数比较多 值得注意的是 长牌的话 由于 粘迟率不再高 就是每个玩家 可能手上的牌 对于整个Flop的 关联度不是很高 所以他们的Fall牌率会较高 而短牌的话 一旦进行下注 你很难确定 对手是以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牌力在下注 因为一旦你作为了Race 然后对手正好有一些 比较隐藏的 比较隐蔽的高权益 但是未成牌的一些牌 他们是可能会 继续Cone你一手 但Cone你一手之后 你Turn上的任何一张 或者River的任何一张牌 一旦击中了对手的范围 你是很难去解读的 因为短牌的话 太难去考虑对手的 一个整体范围 因为牌一共就这么些嘛 每一张牌看起来都很危险 但是如果是长牌的话 就会有一些牌 你是明显知道是Blank的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 三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我们看一下Flop 这边出来是AK 然后这边看见Benefiel 他中了三条 然后呢我们这里 Wai Xiang他又中了顶对 那这里Benefiel 他下了一个Cbet 继继续下注17万5千的积分牌 博德姆这里只有一张卡圈 的 chop out 他还是选择call 因为相对于他们的后手成本来说 还是可以去脚一手 在短牌就是这样子 由于牌的组合变少 所以任何的卡圈都变得有利可图 那这边我们看见转牌 给Benefiel带来了葫芦 但是呢不幸也是给Wai Xiang带来了三条A 这里来看只要合牌不再发出AK10 这个底池 大概率还是Benefiel 他现在在思考 目前底池已经有108万5千 他在思考他这里的下注尺寸 60万 波诺默是轻易的七排 这里显然是要做一个跟注 几乎是唯一的一条路线 一张十 成功的反超 那两位现在都拿到了葫芦 然后我为西洋的葫芦 比Benefiel的葫芦大 那这边他是出来一个runner runner 也就是转牌合牌 让他顺利的超越 就是flop中的玩家 目前对于Benefiel的时候 他的最大的劣势在于他没有位置 他这里如果选择冒进 还独自以排大的话 可能会选择领先下注 也要看他的尺码而言 他目前的后手 他目前的后手 看一下他是否可以选择全下 他下了一个应该是100多万 150万 那这里对于A10来说 他还是输一些AK A勾 面对三枪 可能这里A10也是会选择一个谨慎的跟注 应该是不会再考虑加注了 他要考虑弃牌吗 面对对手的value范围里面 他输AK输A勾 赢勾勾 赢勾勾 还赢KK 那这个合牌Benefiel下注挺大的一个bet 那会让文向想到他是不是 他的葫芦不比对方大呢 因为这里勾勾大概率更好的保守的打法是check call 选择在前置位down bet 他的范围里面更像是踢脚更大的 那他如果在合牌这样零打 可以让对方弃掉更大的葫芦的话 那也真的是钱财包 应该不会 这里A10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 应该要考虑到他的绝对防守频率 因为如果在短桌 面对这样子一个对手的三条街下注 还弃掉了你runrunrun的葫芦的话 你会被剥削太多 那他真的是有担心对手手牌是有A勾AK的组合 他必须要担心对手这里有A勾和AK的组合 他赢的是勾勾KK 但是KK会比较少 因为KK这种牌在翻前应该会有激进的动作 不过也未必 因为他是UTG 他在UTG的位置是 的确是可以 可能会lip很多强牌去埋伏的 因为相较而言 勾勾的确是在这个牌面倾向于会CHICK 他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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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很开心的看见对方的葫芦是比他小 他只能赢的是勾勾和KK 嗯 这次 这手牌 微笑 又成为了我们这个决赛座的CHIP 所以说这手勾勾是在前置位下注 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损失 可以看到啊 就是当你没有位置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你根本不知道对手是大还是小 那你为了VALUE 他可能会做一些很冒险的动作 他这里只能期待对手是没有击中踢脚 然后拿三条A去抓他的BLUFF 因为他连锤三枪的LINE 很像是三条街的BLUFF 而每次当他这样子操作的时候 一旦遇上对手在 在拥有高于他的排力的情况下 他会损失更多 甚至对手如果这里不是A10 而是SKIN的话 可能会做一个RACE 那他本来勾勾是可以对SKIN做一个CHECK 但一旦他打了1.5M进去的话 可能面对一个对手的BATRACE 他会非常难处理他的勾勾 那这里我们看见Libbadev在枪口位圈10跟住 那这边Benefield在装位拿到了K圈的牌 那他暂时又变成我们赛场上决赛桌最短筹码的玩家 那在这个情况下他有选择退ALL IN 138万积分牌 全K 而且刚刚那手牌他在前置位用勾勾下注 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一旦他下注150万 在他后手筹码只剩130万的情况下 遭遇对手的RACE ALL IN 已经是深深套尺 但他也明白他的勾勾在此时是没有任何银牌 这会给自己造成一个知道自己面临淘汰 但不得不由于套尺而选择拳下跟住的情况 也就所谓的没有办法了 我们看见这边就是Benefield 他是非常领先对方的拳势 1.380 1.38 1.38 237 248 3 2 3 4 2 4 3 4 4 5 4 这边强口位的Bonnomo跟注K10 那这边我们看见Chipleta 为向他拿到19童话的牌 那也是我们说过就是翻牌后很有优势的牌 那这边Benefield cutoff位 他也选择了跟注 我们看见Libbadev他在这里 庄家位最优势的位上拿到A勾的牌 那Libbadev他也知道 他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做挤压的 他如果选择保守的打 是可以选择check看flop 但是也是可以做一个race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见这Libbadev 对他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玩家 那他在这里选择加注到90万 90万的race 在这里我可能更倾向于加注70万 他比我更加粗暴 因为这是一张非常优秀的桌子 在优秀的桌子上 不用去考虑对手对于你一些墙下注的绝对防守率 只要给对手稍微超过一点点不合适的赔率 他们就不会拿一些很奇怪的牌coney了 对手稍微超过一点 我们这位马来西亚玩家,我也想要他问一下是不是有吃饭时间。 现在我们也知道这边也是9点了。 他选择跟住,那么就可以让Bolomo这首八九同色很轻易地看到Flop。 这是一首翻后特别适合游戏的牌,并且他现在拥有的最好的位置。 同时他的筹码也开了对手。 我们看一下这翻牌是勾九七,这边两位对手都有中了中队的9。 并且Bolomo还有一个八九卡十顺。 但是Levadev暂时他的踢脚比较强,是有带A。 这里应该是一个check bet call,一条比较标准的line。 在曹华A9不会只被盖了一个帽子的情况下,击中中队应该是不会盖给他的第一条阶。 可以看到Bolomo的眼神平淡似水。 他们都非常的镇顶。 选择放弃。 他直接选择放弃。 位置的优势在这里又一次体现出来。 就是由于位置,他放弃了一手比对手更好的牌。 可能他也是考虑到一旦他进行了这个跟住面对Bolomo这样激进的形象。 他是否能扛得住第二条阶的下注? 第二条阶又有什么样的牌能够加强自己? 我们这位玩家他在问是不是有dinner break,就是休息时间可以吃晚餐。 那这些职业牌手都说他们在桌上已经吃好了。 他们也都习惯了。 那我们这个传奇扑克短拍买录的25万港币比赛是在蓝鼎娱乐场。 也是韩国基州岛。 那每年都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传奇扑克的直播。 我们看到Manifed在UT级拿到了钩石杂色。 这是一首的确是可以直接先下ALL IN的牌。 然后确实Benefield选择退ALL IN。 这边我们看见Wai Xiang他在庄家位拿到A圈的牌。 也是非常不错的牌。 那现在是轮到BONOMO A8童花的牌在CUT OFF考虑。 这是一个146万的ALL IN。 不到20个ANTI。 BONOMO A8童花的A8童花。 那么他的A8其实也是在CUT OFF考虑里面。 但是他需要考虑的是一旦他CUT进去。 那如何面对后卫。 他也会看一下Wai Xiang的筹码量。 也就是他的下加。 这里BONOMO选择是做CUT。 现在ACTION到了我们BONOMO的位向。 如果BONOMO的位向这里打得激进一点, 这里是完全可以做一个RESOLING。 那么BONOMO的A8是完全扣不动。 他的RESOLVE。 他现在在思考BONOMO的范围。 BONOMO心里已经知道, 一旦这里遭遇到对手的一个隔离。 他是很难跟住。 他现在只能期待对手不要做出过分激进的动作。 他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没有波澜。 但是他内心现在肯定是在一万个想要说不要搞了不要搞了。 很纠结。 这边我们看见他已经有考虑1分30秒。 选择7排。 他毕竟还是要去防止BONOMO这里范围里面有一些慢打的AAKK。 但是应该是不多。 因为毕竟在这样子一个短桌的情况下。 如果我在BONOMO的位置拿到了顶级强牌AAKK。 我也不太会。 对,你也是应该是平扣的。 对对对。 我不是应该是应该。 我也不太会平扣。 我还是会做隔离。 也是会做隔离吗? 因为这是短牌。 短牌的话三加底持AA的赢率实在是。 那你要Fold掉别人。 对对对对。 实在是不容热关。 还是需要打一定7排率。 我不是很希望这里。 我AA扣进去, 然后去打一个三人力气。 我们看见不幸的在这手牌里淘汰。